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的一个2008年那一波的一个防守战 防守这个3000点已经跌破 那么现在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思路的话 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糟糕的一些行情 没有什么赚钱的一个行情 所以说接下来的话反弹的话 可能就是不错的一个做空机会是吧 一路的是做空下来了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怎么去操作整体的盘面 我们从整体的盘面再去看一下 我们先打开日线级别的一个比特币的一个图表 那么目前的话它是在一个39100美金桌水平 那么在这个位置的话 它是不断的进行一个震荡 那么最低的位置是跌到了一个38200美金这个位置 那么现在的一个位置它还没有去跌破这个白色的线 但是它无限去接近了 无限去接近了 是吧 无限去接近下方的这个支撑 这白色的支撑也就是在37000这一带 它有可能会在这个位置进行一波反弹 但是如果去跌破下方这条上涨的一个趋势线的话 我会毫不有意去做空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 它短暂的出现一波的一个反弹 我们看有没有操作的一些机会 从日线级别来看的话 它还在一个上涨的通道当中 没有跌没有打破是吧 下方的支撑是在一个37000这一带 我们可以看从日线级别这个位置 像cd的话还是在这个穿刺这个零桌上 并没有就形成一个金叉是吧 没有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行情 还是比较萎靡 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级别 市场级别的话 它是出现了一些反弹是吧 之前在这个位置48000这一带 48000这一带就开始下跌了 开始下跌 我们可以看得到 之前在48000这一带一路续下跌下来 一路续下跌下来 我们可以看了之前是跌破了 重新去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降的一个通道 是吧 下降的通道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降的一个通道 现在的一个行情的话 对比特币来说的话不太乐观了 不太乐观 我们可以看市场级别 它这个位置 它形成了一个下降的一个三角带是吧 这个位置下方是非常危险了 如果跌破这个位置的话 预示的它会有比较大的一个跌幅 那么之前这个新低已经被跌破了 这个38500美金这个位置已经被跌破了是吧 随后是快速进行一个反超到上方的位置 上方39000这一带 如果它在日内能够去继续去站稳啊 去突破去站稳去站上这个4万美金的话 还是有机会能够去反抽一波去抽失这个4万亿啊 到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行情的话还是比较萎靡的 我不会去做太多的一个多头是吧 还是保持一个观望的一个情况啊 因为它现在没有太大的一个赚钱行情啊 四小几遍 你看这个位置反弹是吧 反弹也没有出现 出现一个打破一个下降的趋势线 并没有去打破去形成的一个上影线啊 是吧 如果在日内的话继续去站稳 去突破这个4万美金以上的话 它是有机会能够去碰一碰这个4万亿这个水平啊 4万亿这个水平 到目前来看的话 整体的盘面还是比较萎靡的啊 不要去轻易的去抄底啊 不要去轻易去抄底是吧 那么现在的一个4小时级别的一个操作思路的话 它还在一个下降的通道当中是吧 如果碰一碰在下方这个位置啊 3万7啊 3万 3万8这一带是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操作机会跌破的话 继续做空是吧 打破这个下降的趋势线之后 打破这个4万多美金的啊 打破这个 4万1啊 4万美金附近才可以去做多 现在比特币是吧 战胜这个4万1这一带 它的一个能量才会起来啊 没有战胜这个4万1的话 它自然就是会继续去回调是吧 现在的一个思路的话 没有太大的一个赚钱行情的一个思路是吧 4小的级别的话 都是比较啊 比较萎靡啊 比较萎靡 比较萎靡是吧 可以看得出来啊 现在的一个思路 你看 上方的一个白色的压力是非常强的 在这一带 4万1这一带啊 即便它这个变质突破之后啊 它最后的还是要进入一个回调的一个阶段啊 反正无论这一波它反弹是吧 如果反弹的话 大家可以去检查了是吧 在这一片啊 在片区域一定要去检查是吧 这一片 一定要去检查啊 因为的话 如果反弹的话 给你机会去检查的话 一定要去检查是吧 因为现在的话 整个大盘啊 是环境不太好是吧 当然它是有机会能够去 日内的话 有机会去碰碰这个4万1这一带的一个水平啊 所以说大家可以去关注这个4万1这一带的一个水平啊 可以去碰一碰啊 碰一碰没有太大问题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以太坊 以太坊的话它现在的话它是逐渐是跌到了一个2880美金的位置 最低的位置是回到了一个2700多美金的位置 你看它这个下降通道是打开的非常迅猛啊 它的一个下降通道你看 它的一个行情都非常啊 极端是吧 上方的一个压力是来到了一个啊 30003050美金的位置这个压力位啊 是吧 现在的一个它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在上方的一个位置 那么4条级别的话 它是也仍旧是在一个下降通道当中啊 没有出现一个打破这条下降的趋势线啊 没有打破这上方这条白色的线的话 不要去轻易再去做多是吧 打破这条白色的线再去做多啊 这条是吧 那么现在的话仍旧是在一个下降通道当中啊 没有什么赚钱的一个行情是吧 还是要去观望一下啊 不要去做太多操作 因为呢之前在这个位置反弹上来是吧 这位置反弹上来 虽然它还在一个上涨的一个通道当中 但是如果它碰到下方的位置 会有一波不错的一个反超啊 碰到这个白色线啊 2700的水平会有不错的一个反弹 就触碰之前的一个位置 也有10%的一个反弹的一个空间 现在的话我不认为它会继续去跌的很深是吧 当然如果跌破这个位置我会毫不有意去做空啊 但是的话我不认为它会到达那个位置啊 可能在这一片 在这个2700到2900这一代会出现一个不错的一个反超的一个机会啊 如果有反弹的话啊 那么啊不错的一个出场机会啊去减仓吧啊去减仓 那么现在这是以太坊的一个情况啊是吧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个币有什么一个操作的一个思路啊 那目前的话整体的一个爬面的话还是比较萎靡啊 说说啊不要去再做太多的一个合约 这两天的话还会继续去震荡啊 震荡之后啊去等它走出我们的一个下降的趋势线啊是吧 或者是你现在跟随这个空头啊是吧 趋势上来啊下到位置下方止盈啊 那么上方这样的位置的话突破的话再去开多啊 没有太大问题 目前的话没有去我们做一些日线日线级别的一个单子的话 还是要去耐心去等待一些机会啊 不要去盲目去操作啊是吧 啊这是能演的一个看法 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先说到这里啊 大家没点关注点关注点了关注的话 请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那么接下来的话行情的话反弹啊 反弹到高位的时候就可以去开空啊 好我们明天再见拜拜